本届世界杯一度被指将是梅西与C罗两人的舞台,他们将为冠军展开争夺,并成为了舆论的中心。 然而,梅西与C罗都倒在了八分之一决赛,冠军梦提前破灭,梅西与C罗出局之后,内玛尔成为了最大的焦点人物,被指若夺冠,将能拿到今年的金球奖,就连罗纳尔多都这样认为。 遗憾的是,内玛尔倒在了四分之一决赛,也彻底无缘冠军,梅西与C罗与内玛尔是当时最好的三名球员,但他们为何都未能进入世界杯四强呢? 克罗地亚主帅达利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虽然梅西本届世界杯只打尽一球,而阿根廷也只赢下一场比赛。 但达利奇仍认为梅西是当时最佳,当时最佳却连八强都没有进入,达利奇认为是阿根廷患上了梅西依赖症,不止阿根廷如此,像巴西葡萄牙与德国同样死于过于依靠巨星,梅西无法一个人拯救阿根廷。 在小组赛3比0血系阿根廷之后,克罗地亚核心莫德里奇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。 反观,那些不过于依靠某一个人的球队,则在本近世界杯上表现更好。 这届世界杯证明了个人能力,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团队才是现代足球的真谛。 达利奇一语点出了克罗地亚的取胜之道,克罗地亚也有巨星,摩德里奇在皇马是中场核心,多次帮球队拿下欧冠,在国家队则是投牌,克罗地亚能进入决赛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德里奇状态出色。 然而,克罗地亚依靠的还是团队的力量,拉基地奇、佩里希奇与曼祖基奇等人,也是战功赫赫,把团队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。 克罗地亚决赛的对手,法国也有格里兹曼、伯格巴等大佬,但姆巴佩等人也有出色的发挥,甚至后卫都能靠进球建功立业。 可见,无论克罗地亚还是法国都不是依靠一个人踢球,也都打进了决赛。 实际上,进入四强的另两支球队,英格兰与比利时也踢出了极出色的团队足球。 本届世界杯上,团队足球成为了赢家,达里奇没说错。 然而,达里奇公开声称,梅西是当事最佳,暗示C罗仍比不上巴萨天王,就难免会引发争议了。 本届世界杯上,梅西只打进一球,甚至在前两场沦为了阿根廷罪人。 反观C罗,首战就打进三球,率领葡萄牙比平西班牙,四战进一球,葡萄牙一比零战胜摩洛哥。 从总体上看,本届世界杯上,C罗的表现是略强于梅西的。 当然,梅西与C罗谁更强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 达里奇也有权表达观点,但也有被看成梅吹的嫌疑。 不过,随着C罗去尤文图斯,他与梅西碰面的机会会极度减少。 关于谁更强的争论,恐怕也会逐步落下帷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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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